阮富仲是越共保守派专业干部 秦极三在越共五年一度的代表大会结束时 他再度被选为越共领导人 越共的这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认为是越共保守派一次大胜利 70多岁的阮富仲被认为比他的竞争对手 总理阮靖勇跟北京走得更近 他在再次当选越共总书记后 为不容忍不同意见的越共专制制度辩护 没有原则的国家将陷入一片混乱 混乱和不稳定将阻碍发展 因此民主和纪律应并行发挥作用 民主和纪律携手不能仅强调其中一方面 片面将导致失败 阮富仲在这次越共党代会上胜出 主要是由于阮靖勇是与会代表意见不一 而不是他阮富仲更得人心 阮富仲可能不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做出重大改变 如在南中国海的部分海域主权问题上 同北京的争议 以及参加一系列的贸易协定 其中包括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美国之音VA卫视新闻报道